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注更多的节目信息 好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目光聚焦尼泊尔 来看 这画面上是一顶顶的帐篷 您注意到 在每一顶帐篷的上面都有一个红十字的标志 下面印有中国政府医疗队的字样 没错 这里是中国医疗队在加德满都东南30公里的杜利克地区设立的帐篷医院 可是地震的伤者 有情有重 有些人需要手术 有些人需要住院观察 这小小的帐篷医院能满足需求吗 我告诉你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门道 来看画面 这个角度来看 帐篷搭建的地方有高有低 其实一共分成了三层 这里的医生形象的称之为三层门诊楼 为什么要分成三层呢 我们先去一楼看一看 你看 这个只有屋顶和灰白色支架的帐篷就是一楼的门诊部 可以看到 虽然简陋 不过这里却是整个帐篷医院最为热闹的地方 每天都有不少的患者来这里就诊 好 再看这个画面 从右侧的石梯上去就来到了帐篷医院的二楼了 这里共有七顶帐篷 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手术室 再看 这是一张中国医疗队救治伤员的照片 行军床是手术台 他们身后的药品箱就可以累成操作台 因为有很多人骨折 加上杜利克当地天气湿热 他们做的最多的手术就是骨头矫正和皮肤伤口处理 再来看这个画面 这就是帐篷医院的三楼了 这是住院部 也是近40名住院病人临时的家 他们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一岁 最大的已经85岁了 她非常好 她有更好的治疗 她有更好的治疗 她没有那么难 她是更好的 她是中国医院的医院 据了解 在尼泊尔8.1级地震刚刚发生之后 杜利克地区至少有3000多名伤者需要治疗 而当地唯一的一家大医院 她的接诊能力非常有限 中国医疗队随即决定在这里搭建帐篷医院 从4月27号建立 至今已经接纳过患者700多人 目光在聚焦古巴 来张画面 您想 这是在哈瓦那的一条华人街上 一大早不少的当地退休的大爷大妈 就穿着各式各样的中式服装赶往附近的一所学校 你看 大多数还是古巴当地人 他们来这干嘛呢 来看 没错 就是打太极陈练 您仔细听啊 还是用中文引导大家 而且您看 这一朝一世啊 都是有模有样的 您可能会问 是谁把他们聚在了一起 又是谁教他们打这个太极呢 就是他 古巴武术学校的创始人李荣富 今年50岁 他在哈瓦那 可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 在古巴全国各地开办了十几所武术学校 迄今为止呢 已经培养了超过8000名学员 虽然李荣富呢 有个地道的中国名字 还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衫 不过这长相可是一点也不中国 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的热爱中国文化呢 又如何与武术结缘的呢 李荣富的外公啊 是一名来自广东中山的中国人 他呢有着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说外公的薰陶啊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特别是武术 1994年 当时的古巴还没有武术传授 李荣富得益于一个古中文化交流合作项目 被政府派到了北京体育大学学习武术和汉语 一年之后 他回到了古巴 便开启了武术学校 如今李荣富的武术学校呢 已经有了十几家分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从1995年半学至今 他的学校几乎全部是免费授课的 他们一般给钱 但是也不够 比如说进来我们武馆 我们的规定一个倍数 你知道一个倍数是吗 这个因为古巴人公司也不高 而且我们的运动教育都是免费的 我们为了健康 为了教育 不是为了钱 李荣富所说的一笔锁的收费 您知道折合人民币多少钱吗 大约是六块钱 目光在转向美国来看图片 画面上的这位女士的名字叫做雪丽辰 是俄亥俄州气象局办公室的一名池员 为什么要介绍他呢 告诉你 前不久他还面临着25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近日 他的命运突然出现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他被当庭无罪释放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倒回到2014年的10月份的一天 雪丽辰和往常一样 走进了位于气象局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上司叫他过去 刚进门就看见了有六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他们指控雪丽辰为间谍 他当即就遭到了逮捕 并被停先停职 那么他为什么会被认为是间谍呢 是这样 陈女士出生在北京 曾经在北京一所高校进修水文学 婚后便和丈夫赴美留学 并且取得了美国国籍 毕业之后才进入俄亥俄州气象局工作 由于家人大部分都还在中国生活 陈女士几乎每年都会回国去探亲 有一次回国的时候 她和一位在中国水利部门共职的大学同学聚会 这位同学提到 她正在为一些老化的水库维修准备资金 很好奇 类似的项目在美国要花费多少钱 陈女士回忆说 这只不过是随口一问 她也不知道答案 不过回到美国之后 陈女士通过邮件发给了这位同学一些相关的网站 供她参考 也就是因为这几封邮件 陈女士好心去办了坏事 被指控变成了间谍 不过听审文件显示 从陈女士和她的同事的陈述当中 以及她的个人财产证明 私人邮件等等这些文件当中 检察官试图寻找间谍的证据 但是并没有成功 只能是最终放弃指控 好 目光在聚焦新西兰 我们来看 这是一张拍摄于19世纪末期的照片 照片上两位是当时生活在新西兰的华裔蔡农 那为什么要给您介绍 这张照片呢 我告诉您啊 早在那个时候 华人就几乎垄断了 惠林顿和达尼丁等 新西兰城市的蔬菜供应 刚才说话的这位呢 是新西兰乔领黄德卫 他也是新西兰华人历史 口述基金会的主席 他们正在搜集华裔菜农的资料 准备记录这段历史 并免费提供给奥克兰图书馆 据了解在1889年 仅达尼丁地区就有华人菜农 110多名 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广东 除了给本地的居民提供蔬菜之外呢 还向游艺的货轮提供蔬菜 那这些华人 为什么会千里迢迢地 从中国跑到新西兰去种菜呢 原来他们大多是在1860年前后 作为淘金者来到新西兰的 不过呢 随着新西兰环境的变迁 他们逐渐转变了角色 为当地人种起了蔬菜 不过谋生的手段有很多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干别的 要去种蔬菜呢 原来在中国南方 由于地块面积很小 而人口密度很高 广东菜农掌握了高超的种植技巧 能够从小块土地上 获得不错的收成 并且成功地适应了 新西兰金矿区的各种 不同气候和土壤 19世纪后期 这些菜农把摊位 逐渐发展成了店铺 甚至开始了商业化的运作 那华人历史口述基金会 为什么要记录这段历史呢 目光转向美国 来看图片 画面左边的这位先生的名字叫做 李宗宝是纽约松柏之家 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他刚刚帮助画面右边这位华裔老人 解决了一件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官子 怎么回事呢 去年的9月份 老人去华步的街上探望一位经营菜摊的朋友 当他正站在菜摊前和朋友攀谈的时候 一名男子前来询问蔬菜价格 老人也没多想 询问朋友之后呢 便随口回答说 两元 就因为这两个字 老人吃上了官子 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名男子是编译警察 他要求老人提供流动摊贩的营业执照 老人自然拿不出来 尽管老人的朋友一再向警察警示 自己才是菜摊的摊主 但是警察拒绝接受他的解释 将老人硬是带到了警察局 因为法庭给老人提供的公派律师也不作为 出庭几次了 竟然连事发的菜摊经营者都没有问话 直到在朋友的推荐下 老人找到了热衷于社区事务的李宗宝 他自掏腰包 为老人聘请了专业的私人律师 在律师的努力之下 老人接受了延缓销案的协议认罪 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六个月 如果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这项无照贩卖的指控将会自动撤掉 你可能会问了 这李宗宝为什么要帮助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呢 原来松柏之家社区服务中心的是一家公益组织 他的主要职责是为当地华人争取到更多的福利 这也不是李宗宝第一次向华裔民众伸出援手了 目光再转向香港 这里是香港赤辣脚机场 画面上正在准备登基的是香港灾后心理辅导协会 派往尼泊尔的第一支心理救援队 他们将为尼泊尔受灾民众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呢 我们陆续会有另外有19队会派去尼泊尔灾区里面继续工作 在未来的两年 还有我们已经是申请了当地的教育局批准我们 将会培训1000个老师成为最后心理辅导员 就建构一个安全网 一个心理辅导的安全网 令到大概有60万的学生得到帮助 就了解这次派往尼泊尔灾区的心理救援队的成员 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灾后心理救援经验 参与过汶川大地震 日本311大地震 玉树地震 菲律宾风灾等多次灾后心理救援工作 除了提供心理评估和救援之外 第一批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近一吨的各类救援物资 希望支援灾区民众生活 再把目光转向布隆迪 来看 这位是布隆迪总统PR恩库伦奇扎 前不久布隆迪国防军前总参谋长 国家情报局前局长 趁他前往坦桑尼亚参与峰会的时候 发动了政变 目前政变已经遭到了挫败 参与政变的官员也已经被押送到了法庭 不过布隆迪的局势并没有因为政变失败而有所好转 来看 这是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 接连出现的民众示威活动 反对总统恩库伦奇扎竞选第三个任期 暴力冲突已经造成了至少20余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鉴于当地的局势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 中国驻布隆迪使馆提醒在部中国公民 提高警惕 注意安全 避免外出 留在安全位置 并建议拟于近期来部的中国公民暂缓来部计划 使馆同时与布隆迪政府军方警察等部门密切沟通 要求当局确保在部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据统计在布隆迪的中国公民 共计有459人 包括16家驻布中资机构和企业的257名中国员工 还有177名旅布华侨 截至目前 使馆还没有接到有关在部中国公民安全问题的报告 目光再转向智利 生活在智利北部的华侨华人注意了 前不久智利北部接连发生了数起盗窃抢劫案件 多位侨胞的住所店面以及仓库等经营场所遭到了盗抢 损失严重 中国驻伊基克总领馆提醒在智利北部的侨胞要注意安全 切勿将大量的现金以及电脑等贵重物品放在这个住所或者是汽车里面 避免被砸被窃 给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请及时的向当地警方报警 如果需要领事协助还可以求助中国驻伊基克总领馆 再把目光转回中国 我们来看画面 您看到的是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举办的一场新书发布仪式 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外交官在行动我亲历的中国公民海外救助》 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由30多名外交官亲自执笔 披露了大量中国公民海外救助过程当中显为人知的细节 那么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给您简单说几个 比如说有煤公河大案 海地大地震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中非内战撤侨等广受关注的重大领保事件 那么外交部为什么要发布这样的一本书呢 据介绍啊 目的就是要积极向社会展示外交官的辛劳努力和工作成果 同时普及领事保护常识 更加唤起更多民众对于领事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 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在美国加州的小城瑞西达市 我呢 要给你介绍一位很有趣的小姑娘 怎么有趣呢 接着往下看 美国加州的小城瑞西达市虽然已经到了冬天 但由于阳光充足 显得并不那么寒冷 每个周末 田与倩都会来到位于西尔曼路的跆拳道训练馆 开始它例行的武术训练 排拳道要求练习者讲究礼仪 练习和比赛时要穿道服已是尊重 田与倩只有15岁 面对镜头还有些害羞 可换上了道服 打起拳来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看田与倩打拳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大喊 我们看到田与倩在进攻时 每次出腿总要大喊一声 这声大喊在跆拳道的专业术语中叫气和 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和门道 就是教我就是喊的不能从嗓子这儿喊 得从肚子这儿喊 然后喊的什么 什么时候喊的更长一点 什么更短一点 然后什么应该看着哪这样的 然后什么脸上看着很生气 这样子喊的时候 除了练习跆拳道和空手道 双截棍也是田与倩的拿手绝活 田与倩喜欢双截棍是因为看李小龙的电影 由于特别喜欢李小龙 小时候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田小龙 这是一把剑子 然后这是双截棍 我就是我会用两个双截棍做动作 然后也会用一个剑子做动作 可是我编了一个东西就是两个同事用 所以我一个手 平常我左手拿着双截棍 然后另外一只手会拿着剑子一块做 田与倩这套自创的套路 并不是自己一时兴起打着玩 他凭借这套自创的剑鼠和双截棍结合的武术动作 还赢得了2014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拳击和跆拳道锦标赛的冠军 由于个子小 参加实战对打并不占优势 田与倩基本上参加的都是套路比赛 其实对于一个刚满15岁的女孩 自创一个新的武术套路并不容易 是挺难的 其实 尤其是刚开始因为别人都不做 就不知道怎么做这样的动作 然后也没有人帮我 除了结合了跆拳道和传统器械 田与倩还在这套武术动作中加了很多翻跟头的动作 那么她的这些灵感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就平常在电视上或者在网上看别人做一些东西 然后从他们那儿看一看 有一些动作可以在我这儿用一下 然后就改一下 然后用这样的 所以你加了很多中国功夫的动作 对 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中国功夫的一些东西在电视上 所以我小时候就会有一些动作 在我这里边会有一些功夫的动作 一开始练习这套动作时 田与倩左手的双截棍经常会打到自己右手的剑 现在还可以看到 她手中的剑刃上有很多磕磕碰碰留下的痕迹 一旦打起这套动作 双截棍和剑上下纷飞 然后还要做很多的后攻翻 受伤的几率很大 六年以前受过的伤 可是就是我很多跟翻的跟头都是在我右就用右脚落的 我刚开始在学后翻的时候 我不小心落在我这胳膊上 就是不是胳膊 就肩膀上 所以呢好像有两个月就动就用我胳膊动一动都觉得有点疼 每一两个星期会去看中医 天余倩的生活是三点一线 除了训练馆和就读的高中就是回家了 她的家在斯蒂迪奥城 距离训练馆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边是客厅 天余倩的家里摆满了她比赛赢得的奖杯 从六岁开始参加比赛 天余倩已经参加了六百多场比赛 获得了上千个奖牌 还获得了十四个跆拳道和空手道世界冠军 田余倩五岁开始练习跆拳道 从那时开始她的父母就把车库腾出来给她作为训练场地 田余倩的父亲是洛杉矶儿童医院的医生 母亲做地产顾问 这是我的妈妈 然后她一直都帮我 就她一直辛苦的帮我成功 由于田余倩还未成年 田妈妈也充当了陪练和经纪人的角色 每一个奖牌和奖杯 田妈妈都细心分类 只要和田余倩有关的不论是校刊还是各大媒体的报道 田妈妈都细心的保留了下来 这是我女儿的第一份上报纸 是2007年 那时候她还很小 才七岁 她拿了第一个马省跆拳道冠军 也就是州冠军 那么还有呢 就是后来呢 她拿了大概有上百个奖杯和奖牌的时候呢 那个波士顿纪事报灯塔 用了整版灯塔 是怎么样那个奋斗 然后拿了这么多奖牌和奖杯的 其实让田余倩练习跆拳道 还是田妈妈出的主意 田余倩出生在美国芝加哥 小时候由于个子爱 加上是亚洲面孔 经常在外面被小朋友欺负 大概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 带她去一个儿童博物馆 那博物馆的里边有一个滑梯 那滑梯呢 是在一间黑屋子里往下滑 只有呢 只有小孩能听到这个黑屋子里 我们也看不见 结果我就听着 突然听着那滑梯 那个黑屋子一声惨叫 就是她在哭 我明显可以听见是她在哭 那么呢 等她滑下来以后呢 哭得脸都是眼泪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 她把胳膊伸过来 我看那胳膊上的 几个紫的那个牙印 那我就问 我说谁咬你了 她说有一个小男孩 我说那也告诉妈妈 是哪个小男孩 她说我不敢告诉你 我也不告诉你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我害怕 为了让女儿不受欺负 田妈妈就给田玉茜 报名了跆拳道学习班 在学跆拳道之前 田玉茜学过舞蹈 钢琴小提琴 但是她都不怎么喜欢 可一来到跆拳道班里 田玉茜一下地找到了 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 小时候就觉得 我一直想坚持 一拿到黑带 下一步就是世界冠军 我从小就想拿世界冠军 所以觉得拿世界冠军 那就必须得拿黑带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保险我肯定能拿黑带 这是我空手道 世界冠冠军的黑带 这样可以看 然后这是2013年赢的 然后就这个 Circuit或者这个公司是叫NASCA 所以叫NASCA World Champion 田玉茜自己的房间 布置得可爱又温馨 虽然在赛场上 田玉茜是个长盛将军 可在生活中 这个15岁的小女孩 也有着自己的小烦恼 就是刚开始比空手道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就 忌妒我 然后呢很多人就说我很多坏话和什么 然后呢就那时候就觉得 感觉有点孤独什么 没有那么多朋友和什么 当时也有一些朋友 然后我觉得从内就知道 就真正的朋友才不会 管你什么 别人说你什么坏话 这样 田玉茜喜欢参加比赛 不光是因为参加比赛 可以获得奖杯 更重要的是 能在赛场上见到 来自天南海北的好朋友 然后每次比赛的时候 都会带这只小兔子和猫 我觉得这些会给我带好运气 他也穿的是一些 对 他尽到的衣服 2014年 田玉茜正式进入 美国拳击与空手道国家队 在美国 一般运动员出国打比赛的费用 都需要自己筹备 2014年9月份 田玉茜去意大利 参加世界拳击和空手道比赛 14岁的他 第一次通过微信 给自己筹款 他9月比赛 7月8日两个月就收到这么多 大概有18家的捐款 然后有的还基于中旺 给他写了中文的信 还有英文的信 鼓励他 还有卡片 很漂亮的卡片 鼓励他去比赛 所以宇倩走的时候就跟我说 我不光是代表美国队 我还代表中国人 因为大多数 这90%都是中国人 除了是美国人 剩下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给他 就说基于很高的期望 所以他还代表中华民族 这次比赛 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 2000多名对手参赛 田玉茜不但取得了 气血与拳术 两个项目的冠亚军 此外 他还为美国队赢得了 在这一赛事的历届比赛中 所取得的唯一一块最佳运动员奖牌 田玉茜现在就读于洛杉矶哈佛西湖中学 他在自己中学的一个小教室里 开了一个小型的功夫俱乐部 教同学们学习防身术 我开了这个俱乐部是因为我想要 我学校这些人知道 他们能怎么保护自己 因为很多在新闻上 能看见很多什么小孩在 大学的时候 被一个人就打了还是什么 然后呢 我就觉得很多我们这些同学 应该懂怎么保护自己 在这些情况 田玉茜很喜欢中华文化 四年前 他就报名了自己学校的中文学习班 在中国举办的世界华人作文大赛上 他还凭借描写自己比赛状态的作文 连续三年获得了一等奖 你一定猜出谁是那个快乐的小个子 和跆拳道冠军了吧 对 就是我 我这么一个小个子女孩 能取得这么多跆拳道冠军 能不快乐吗 有句话说得好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快乐的 而最快乐的一定是最好的 田玉茜还有两年就要读大学了 她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学运动医学 将来能给从事体育的运动员们减少伤痛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